两大超级强国互相以核弹攻击对方。 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千军一发之际, 外星人现身地球,阻止人类自我毁灭。 这是合理或科幻电影的老套桥段, 还是一个关于人类文明前途的严肃问题。 恐怕大部分人都认为这是多余的提问。 理性的国家领导人怎会胡乱使用核武? 世上也没有外星人。 所有关于外星高等智慧生物的想象都是伪科学, 只有傻瓜才信以为真。 直至2022年3月,我们却是如此相信。 俄罗斯在2022年2月24日入侵邻国乌克兰。 俄国总统普京最初的如意赛盘是, 乌克兰不堪一击, 俄军一闪电速度只取其首都基辅。 谁知乌克兰国民上下一心, 以无比的勇气和决心抵抗入侵者。 乌克兰虽然在军事实力方面远远落后于俄国, 但却以道德力量赢得国际支持。 反而俄国被国际社会唾弃, 孤立, 制裁, 俄军在战事上连连失利。 普京老修成路, 竟然以第三次世界大战和核弹要挟国际社会, 逼乌克兰就范, 德军占领切尔诺贝尔核电厂原职, 以及乌克兰东部核电厂, 就是核子威吓的手段。 普京的恐吓最终未必会得逞, 但其他拥有核武, 或者企图拥有核武的独裁政权, 眼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对核子威吓投出机器, 就会不借代价加强自己的核弹数量, 增加在国际谈判桌上的筹码。 民主国家纵使不想参加核武竞赛, 但在阻下敌人, 保障国家安全的前提下, 也要扩军, 形成恶性循环。 人类社会因此重蹈上世纪五十年代核武不断扩散的覆辙, 假如有一个掌握核武的疯子不顾一切, 按下扭键攻击敌人, 后者同样以核弹还击, 一场人类号劫就会出现。 二十世纪的不明飞行物体传说, 出现的时间正好与二次大战和原爆重叠, 发生于1947年7月的著名美国罗兹威尔飞跌事件, 事发地点正是原子弹尸爆场地的新墨西哥州。 首先到现场调查的也是负责投掷原子弹的509空军部队, 无论是美国和英国最著名的不明飞行物体事件大都已和无扯上关系。 1967年3月, 美国蒙大纳州马尔姆斯特罗空军基地的导弹指挥系统遭神秘力量干扰, 导致短时间失灵, 导弹发射台的方向突然改变, 同时间基地上空出现红色不明飞行物体。 19800年12月, 英国兰道深森林有飞碟降落, 与驻守当地的美国军事人员有第三类接触。 而该处附近的英国空军基地当时是全西欧最大型核子武器库, 坚持怀疑论的人会说, 这些所谓神秘事件只不过是道通通说, 查误实据, 可是,到了2021年, 美国国防部正式确认, 空军基石录的违反物理定律的不明飞行物体影响并非伪造, 便向承认, 外星高等文明存在的问题不再是科幻题材, 而是美国国家航空安全的迫切危机。 美国国防部并正式成立不明飞行物体研究部, 以人类目前的科技能力, 没有可能制造违反物理定律的飞行仪器, 我们只能由此推断。 不明飞行物体是外星高等智慧生物向人类展现超前科技的警示, 我们也必须问, 他们对地球人是善意还是敌意? 对地球人大肆破坏环境, 用大杀伤利武器互相残杀, 甚至以核武威胁。 究竟有何看法? 自称是前英国国防部不明飞行物体研究专家的波普, Big Hope, 在俄罗斯侵略战争爆发后表示, 不能寄望外星人会出手干预, 阻止地球人发动的核战。 正如二战时, 他们不会干预美国向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 我认为这个推论是错的。 日本当时没有使用原子弹还击的能力, 因此不会酿成强国之间的核战。 至五十年代冷战渐渐进入高峰, 西方和苏联集团无论在核武, 已是太空科技都出现全面竞争, 为免人类自我毁灭, 外星人才有介入的必要, 近年由于摄影技术的提升, 无论是不明飞行物体的相片或录像, 在数量上读集增, 有部分甚至获得官方确认。 更甚者, 本月初即使在战火纷飞的基辅士上空, 当地市民也录得疑似不明飞行物体的片段。 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按赞、分享。